那么在上节课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HTML是一种语义描述语言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看一下 关于这种语义 我们跟浏览器之间的一个 最基本的语义结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HTML最基本的框架是什么 那么通过最基本框架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浏览器 需要通过这种框架中 去寻找哪些 去代表它的语言意义的标记 好 那下面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这个页面上来看 比如说我们先拿到 还是拿我们的BAT网站来看 我们把所有的标签 全部都把它折叠起来过后 大家看 这个是百度的一个形式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淘宝的 然后检查 好我们看到 我们一样的把它标记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腾讯的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这几个网页 大家看一下 基本框架好像什么的 是不是几乎是一样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都看到了 你看最开头可能是一个什么 什么Doctype HTML 一个碳号 然后后面这就有一个很大的颜色 有绿颜色的东西 然后中间是有一个什么 HTML一个标签的什么 一个包裹 然后包裹里面一定会有个 Hard和一个body 那么我们再看淘宝 是不是也是一样 你看 是吧 第一个 然后HTML标记出来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类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属性 那么中间都是由Hard和body 来标记出来 然后腾讯也是一样 你看 是吧 Hard和body标记出来 然后HTML作为什么 我们的一个最外层的东西 所以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什么 HTML的最基本框架 其实就是这种框架了 对不对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去用这个框架 来实现我们的一些什么呢 HTML的一些语义标记 让浏览器能够更清晰的认识 我们所写的内容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我们创建的test.html文件 那么关于文件如何创建呢 在Mac和Windows的方法呢 可能略微显得不太一样 那么大家可以去单独去观看 我们的补充内容 就是Windows和Mac之间的一个操作技巧的一个视频 好 我用Mac呢 我用subline来作为我们的文本编辑工具 然后进行我们的文本操作 那么那个Windows同学呢 可以用记事本 那么这个文件呢 我现在创建的是一个空文件 首先呢 如果我现在什么都不做 我只写了一些普通文本的话 就是没有标记的情况下 那么你看啊 我现在写完Hello World过后 我还是把这个文件拖到我们的浏览器去显示 那大家会发现 它肯定还是会显示Hello World的这样一个内容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把这个Hello World呢 在这个部分啊 我换一个写法 比如说我就写成HTML 好 然后呢 你看这个时候我再去刷新保存 记住一定要保存 然后刷新我们的浏览器 你也会看到HTML这样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显示出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把这个HTML呢 变成我们的标签了 变成我们标签 记住一定要用英文的方法来输入啊 然后我们有一个 因为它是个双标签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写上什么 我们的反习线啊 那么那么接下来 你看当我写完这个标签过后 好 那么我们来再刷新一下啊 保存再刷新一下 好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内容了 说明浏览器其实怎么呢 没有对我们的什么 这个标签进行什么 进行当做普通文本 而把它当成一种什么语义 这种语义呢 是说明 我们里面啊 是准备 是写HTML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这个地方 它就不会再当成普通文本 来对我们进行显示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 那么还要写些什么呢 那么下面一个标签 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网页的 这个情况来看啊 我们先把这个 灰色以外的东西 咱们先写一下啊 比如说 HTML 然后内部中有一个Hard和Body 对吧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把它写一下 好 首先呢 是我们的Hard 然后呢 因为我这个subline呢 装了一个插件 所以它有些时候 会自动补齐一些东西 我现在把它删掉 然后呢 Hard下面呢 还有一个什么 我们的Body 对吧 Body 好 然后呢 Body也是一个什么 双标签 双标签 好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框架 当然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错误 对不对 好 别着急 我们现在就按这个错误 我们看看网页会显示成什么样 好吧 然后我们还是刷新我们的浏览器 好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 是不是多了一个什么 小于符号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我们来想一想啊 来看 你看 我们说了HTML呢 它的标签是指什么 是一个监括号 监括号的里面包含了一个字符 对吧 也就是我们的单词 然后把这种单词呢 当做一种什么 一种什么什么标签 对不对 比如这叫HTML标签 这叫HTML标签 这叫Body标签 对不对 但是我们会发现 你看这些标签都有配对 只有什么呢 是不是只有我们的什么 这个小于符号 相当于是不是单独的出现了 而这个小于符号 是不是恰好是在HTML 这个标签里面的什么 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那么也就说相当于 这个小于符号的语意是什么 是代表HTML的意思 而HTML是什么呢 它只是一个 高速量器 后底下是一个什么 是一种超文本 对不对 那么小于符号 它本身也是种文本 对不对 它本身来说 这种文本 有没有什么具备再加工能力了 就没有 所以它就把它当成普通文本 怎么呢 又显示到了我们的什么 屏幕上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 好 那下面呢 你看如果说我现在呢 咱们再做下一个标签 比如说就像我们说 咱们现在看到 像百度 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 有什么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就是很显然 这个语意是不是就是标题的语意 也就是这个字符的语意 是标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标题怎么做 好 我们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Hard标签里头 Hard标签里头 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一个标签 刚好什么 包裹了一个叫什么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对吧 这样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明明来说 你应该是显示在什么 因为它是个字符 对不对 这些字符是不是应该显示到 我们的网页里头 对不对 但是呢 由于加入了这个title的 这样一个叫什么 语意标签 告诉它这是标题的意义 对不对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字符 不再显示在白色这个框里头了 而是放到什么 我们上面的这个什么 标题栏上 对不对 好 那么同样道理 我能不能也是这样来做一下 好了 我们也来试验一下 首先呢 我还是写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标题 我就写成 先写成英文 叫Hello 然后Hello 我现在只要求什么的 把在这个标题上 去加上一个什么 title 对不对 title的一个标签 那么同样的这个标签 也是一样 你要有一个什么 有头 有尾 你看可以看到 几乎大部分都是双标签 对不对 好 然后下面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刷新这个网页 大家看一下 好 你会发现 从刚刚的那个状态 是不是已经切换到了 Hello这个状态 对不对 而且Hello是不是就恰好 就是包裹我们title的部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们是有的东西说 如果假设说 我把这个Hello 这包裹的位置 不叫title 我随便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现在起名一个叫ABC 你看没有这个标签 是吧 是没有这个标签的 因为在我们的W3C这个手册中 你会找根本就没有ABC这个标签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好 我们来看 来思考一下 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Hello被包裹的是不是标签 既然是标签 那么第一个现象 ABC会不会显示出来 第二个现象 Hello会不会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就来一个个来看 首先来说 ABC会不会显示出来 我们说可能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ABC是不是已经被监括号给什么 包裹住了 说明ABC在浏览期解释的时候 把ABC当做什么 当做标签 就当做ABC标签 只是说ABC标签具体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它不代表这里面具备一种什么 特殊的物理意义 对不对 比如说鼠标点下去变小手 或者什么这些状态 是不是 它没有 对 好 紧接着Hello是不是个字符 那么这个字符 它是不是没有任何语义 不一定非要放到标题上 对不对 所以它就一定会放到什么 正文上 也说不放了正文就放到标题 对不对 好 虽然它放到Hard的标签 但大家注意 Hard的标签实际上是一种什么 只是一个见名之意的过程 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告知你的能力 其实并没有真正说 我只要在这里的所有内容 我全部怎么的 全部在头部上显示 然后呢 然后那个什么body里面的 全部在body上显示 并不一定 因为Hard的标签 它只是一个什么 语言的一个什么 告知能力 它不具备限定能力 就是不是百分之百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的分析 对不对 你看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好 你看 是不是标题也恢复原样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Hello是不是也回到了body里头 对不对 虽然我们的Hello放到了Hard里头 但实际上它放的 是不是还是我们的什么body上面 对不对 所以以后呢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网页调试过程中 出现了什么 Hard里的一些支付串 出现在网页上 但结果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希望本身来说 是希望这个文件呢 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然后呢 结果却显示到了我们的网页上 那只能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我们的标签怎么的 写错了 因为在以后呢 我们在有些时候写的时候 由于可能出行马虎 会把一些标签啊 本身名字叫什么 比如叫title的 写成了什么ABC啊 或写成了少写了单词 就把单词写错了 也有可能 所以这种情况 大家要学会什么 看根据这个现象 根据这个现象 然后知道该如何去调试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什么 感谢观看